有時候遛狗啊 去公園啊 看那些情侶啊 心裡就會有點不爽 為什麼 我擔心我女兒就是跟這些人在公園 你們想太遠了啊 對 我就覺得說 晚上如果我女兒還沒有回家之後 我就會去附近公園裡面找 就會有這種心態 我跟你講 有一天你當媽媽的時候 你也會這樣 我當媽媽的時候嗎 有一天你會覺得小孩是不是 欸 他會不會 有一天他會交男朋友 所以你會擔心 這男生會不會對他怎麼樣 所以 告訴我說我要生兒子 比較不會擔心 嗯 或許是這樣子 女生就會覺得很擔心他受傷 我怕我會變成一個跟蹤狂的方式 好逼人喔 從國小當然是就是會接送他回家 國小他不會自己走路上學不行 太危險了 然後 基本上差不多放學 六點以前要到家 五點半 六點要到家吧 六點 六點 到家你的交通 六點要到家 很合理吧 我現在有暱稱嗎 暱稱喔 有什麼政府的寶貝 其實我現在叫他錢錢 錢錢 新台幣的錢嗎 錢 錢錢 錢 現在小明叫錢 你怎麼叫錢錢 你說那個錢的錢嗎 對 錢錢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女兒很招財 要生了 然後帶給我就是不然點點心也好 或者是一些 就是我覺得他可以帶來運氣 然後其實我跟我老婆一直在想說 這個名字叫叫著 因為我老婆姓錢 喔 他就想不出來到底要這樣 姨姨嗎 逗逗嗎也不對啊 瑋瑋嗎 柳柳 他是因為什麼而誕生的 他是因為那一天不小心誕生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說今天有沒有什麼 什麼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老婆愛吃什麼 嗯沒有耶 都沒有 那天就是我們準備好 那天幾號 幾號不記得了啦 那天那時候我們記得我們在澳門的樣子 他叫澳澳喔 哈哈 叫美門 美門 沒有我們就是 我們叫他錢錢 錢錢 錢錢來 錢錢來好棒喔 那個錢就會一直進來有沒有 我老婆說我想錢想瘋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每天都這樣